最近年起攻略正在热播,很多人每天就守着,愣着看更新的两席,这部剧简直颠覆了观众们对于正的看法。 网友纷纷表示,于正正是要翻身了,女主角终于不是令人欺负的白莲花了。 这次无解言饰演的魏英洛真是刚开始就各种解气,谁欺负他他就欺负回去,他的勇敢机制在清工剧中也是少有,连皇上都敢欺骗,如果不是有主角光华,估计早就被皇上砍头了吧,延禧攻略打破了常规的清工剧。 帝后这对催屁也让人羡慕至极,秦兰也完美诠释了复查皇后的温柔贤淑,聂远饰演的皇帝,对复查皇后也是宠爱有加,根本不把其他的嫔妃放在眼里,而蛇师们这次饰演了贤妃一角,也就是环主角的忠心狠手辣的皇后。 其实蛇师们饰演了贤妃,最开始先是好的,无心参与后宫中妃嫔之间的争斗,却因家人被害逐渐黑化,开始耍心机。 蛇师们的演技很是精湛,连于正都不忘夸奖他的演技,说他已成了很强大的力量。 其实蛇师们出道二十多年,带来的优秀作品也有很多,其中他在《金之遇念》中饰演的儿春表演又爱又恨,蛇师们凭借自己的演技,在演艺圈留下了很重要的位置。 她在TVB也是单家的花旦,而这么好的一位女孩,却在前男友郑佳颖受到了伤害,如今已经四十多岁的她却没有结婚。 说到蛇师们和郑佳颖的爱情,也是一段地下恋,直到分手两个,人都没有承担这个恋情。 据说是有一次在停车场,有媒体拍到两个在一起的画面,郑佳颖就把蛇师们赶下了车,让她很伤心。 蛇师们到现在都没有结婚,而她的前男友郑佳颖,最近却传出了即将结婚的消息,郑佳颖的未婚妻陈凯琳比她小了二十多岁,但是他们俩却已经相爱了三四年,感情依旧很好呢。 周星驰在影视圈的地位也是数一数二的,她很早就开始自己拍电影,具有喜剧天赋的她随便拍个电影就能赚很多钱。 但是她的感情生活却一直让人很担心,如今已经快六十岁了还没结婚。 周星驰和朱音两个人因为大话戏有结缘,当时也有很多人都支持他们在一起,但是最后两个人还是不欢而散。 如今的朱音已经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,不知道周星驰会不会祝福她。 明星不结婚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,毕竟感情不是勉强的来的。 明星不结婚